人品为什么那么重要 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大家永远记住这句话 人不是在投资你的产品 是在投资你的人 很多人不理解 我有一个弟子 事业做的还可以 他有一个项目啊 就希望我们这个福禄同修的师兄师姐 来投资 他希望把那个岩石谷 第一个给我们福禄同修 结果没有人愿意 在岩石谷给他投资 师父他生气来问我 师父啊 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 师兄师姐都不愿意 我就静静的告诉他一句话 你好好的反省 检讨自己 你在做说明会的时候 你在人进来的时候 跟人互动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不是很谦卑 是不是很平易近人 还是很傲慢自大 你把录像带 带回去再看一遍 他才知道原来傲慢 也会让人拒绝你的 所以人品才能赢人 才华才能聚才 人品才是最关键的 也是最高的学历 一个人人品不过关 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 人品到底如何修 我们就要懂得 素得同修 素就是做事的能力 得是做人的修养 这两句话 大家一定要刻骨铭心的 记在你的脑里 我们人啊 只有两品 一边叫做人 一边叫做事 人要重情义 做事要能力 还要懂得关系 这两个都做好了 你这个人 才容易成就的 那各位 所以我们就说 做事先做人 做人先学理 各位 这就是我们 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联是超少 基是成果 勤是态度 能是本领 德是核心